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订阅我的频道观众,来关注我们铁丧的前锋,遇到的是皮皮叉弹绝活鱼女 祭司前锋拥兵加油差,这个阵容前期遇不到鱼差,鱼女还蛮难打的 搞前锋嘛,搞前锋,来技能给他铁丧,我们现在以求者的视角来看啊 因为求者视角你可以,很多观众就是反应就想看求者视角来学一下这些高端的柔皇如何来牵制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面对鱼女的这个差的一个位置,前锋如何的来交球,如何利用交互点来转点 水汽的话60几,如果再被封一波的话,这个水汽差不多就要爆了 看一下这边前锋要不要拉一波大球,其实我觉得可以拉一波大球了 拉一波大球的话呢,这个水汽就可以消的比较多,然后呢我就不怕你下一波的爆 要不然的话,他的一个水汽如果真的跌到90几,他的一个牵扯空间就很小了 就可能要被迫吃一刀了,这边再一个收,还可以啊 因为鱼女的话刚刚一起上来讲,他上来追前锋其实蛮少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因为知道这种鱼女祭司,该用名字三个点都不是好抓的 只有就上来撞脸油拆是可以的 前锋贴边绕,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大家注意到就是那个这些职业选手 他们在遇到鱼女的时候,主要就是看这个叉,主要就是看这个叉,哎呀 还是被包到了,这波收叉,收完以后直接包到 但是面对这种绝货鱼女,你也真别说啊 就,牵制不动的,还真的是,有些点位真牵制不动的 被他包住了,没什么太多办法 整个击倒的话,将近一百秒了 这个击倒,嗯,鱼女不是很好赢 只要那卡班救下来一波,我觉得是,哎,想返船 那边游兵捞下来了,那这波,游拆挨这刀 我觉得,鱼女来讲的话不亏啊,对鱼女来讲 你这边反正直接救的嘛 我这里这个屁股,你也没做到太多热 实际上来讲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说这个前锋牵制不起来的话,我觉得鱼女可以保平 真实的话不好讲啊,真实的话不好讲 还是给到前锋镜头啊,来看一下 这把的话,前锋就是该做的都做了 因为我也讲了,就是当我们上,我当时上帝就要讲了 就前锋那边拉大球,该控的水汽其实也控了 有些点位他控不了,这边给了一个加速性 来砸,漂亮,这块板子一砸,但是这边进入到水汽区 加的水汽也不少了,祭司这边想来打辅助洞吗 因为这边的话再一波一个收叉的话,可能就要带走了 看这收叉,看这收叉,怎么收,有没有机会 目前来讲没有机会,好,一波拉逃离 逃离了以后呢,这里应该是鱼女收叉跟过来打一刀 水汽这波拉球不仅是逃离了当前的水汽 追到,没有能打到,因为追到的话他就到二阶了 这里傭兵在水汽里面,这个位置的水汽 能爆出一个双倒的话,我觉得漂亮 哎,这波收叉收的nice 好了,现在是一个二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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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圈圈打 救下来,双倒强行的选择去冲 但是,这边能冲到吗,漂亮,哇,这一波伤害 这一波伤害瞬间爆炸 这一个冲刺冲到了,是冲到了两个人吗 当时有点快啊,看不到,这边等于说节奏不断再挂一个 机子被压住了,这波大洞我感觉反而是让求者打到了一个要被翻盘的地步 本身的话,其实前期我觉得求者保平真剩的 后面的话呢,因为云女压住最后台机子,机子不够了 求者是保平,还是能保的 但现在的话,不好说啊,不好说 如果说这里能够拦住救人的祭司 因为油差不太可能来救啊 祭司的话这边过来救,机子的话差一点 傭兵应该是要过半的 傭兵应该是要过半,傭兵守两个户必 求者的机会还有啊,就看这波救人了 呃,云女这边顶出去,能压住吗 看到祭司了,看到祭司了,看到祭司 这边把这个河边的地形全给封了吧 这边封一个大曲,我们来寻一手云女怎么来防,怎么来防 一个收,好 这里打洞过来 有传送,有传送,打一刀 前面的话这边水汽好像是贴着木马的再传送过去 机子的话没好 祭司要拖,要拖,要拖 再撑一会儿,再撑一会儿,不要往前冲 骗刀嘛,其实我觉得没必要,没必要骗刀 这机子没好的,没没好万一你骗刀被打到了呢 往外打,那机子不够啊 不过这边傭兵确实也挂飞了 好像也只能是强行过来救一波 当时我没有留意到傭兵这个血线啊 那祭司标的话选择没有错 他这边骗一手,然后就是砸块板子才行 砸块板子才行 当时我想的是傭兵这个血线 脑子里面全在看这边的两个人的一个博弈啊 没有看到傭兵的血线 那确实当时这个位置往前探头是对的啊 需要探头的,需要探头的 云里也是通过那一波的一个大洞的机会啊 一连冲击是打掉了两个 因为傭兵本身就是要倒的 然后前锋这边的话呢吃了一个冲刺的水汽 现在复盘想想的话应该是 傭兵也吃到了这个冲刺的水汽 前方肯定也吃到了 待会我重新看一遍 重新看一遍 这里走了 还是求我啊 完成一个三抓 这个局对于于你来讲 这个三抓还是蛮不容易的 抓到机会了 感谢大家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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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